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叫做《名遗待访录》 是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黄宗熙的名著 也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政治哲学著作 为什么说它不可多得呢? 首先,它的诞生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中国古代的政论书籍大多成书在东汉以前 在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法当中归入子部 像《孟子》《荀子》这些书都是如此 随着历史的推进 汉以后的专制王权步步高涨 评论政治的空间是越来越小了 到了明清,义政几乎已经不可能了 其次,本书对近代中国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清末的时候,维新派的梁启超在鼓吹变法的时候 就曾经印发此书 孙中山和革命党也曾用此书推动革命 我们常说《知人论事》 《明依代访录》这本书横空出世自然有它的道理 这就与黄宗熙所处的独特时代有关了 黄宗熙是浙江渝瑶人 是称黎州先生 他生于明万利年间 清康熙年间去世 去世的时候已经是85岁高龄 从1610年到1695年 他的一生几乎贯穿了整个十七世纪 这个十七世纪是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 黄宗熙一生经历了明末党争 李自成起义 清军入关等重要历史节点 他性格刚烈 前半生始终为国难奔走 清军入关之后 他一直率军抗清 直到确认赋名无望 他才回乡著书立说 一生没有当过清王朝的官 退居田园之后 黄宗熙著书近两千万字 涉猎广泛 堪称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到了晚年 黄宗熙对弟子说 我死之后不要给我置板棺材 我身遭国变 不求不朽 只求素朽 那一代的知识分子 觉得国家在自己手里亡了 内心非常痛苦 黄宗熙写作《明一代访路》 就是对明代的政治制度 甚至整个传统地质时代的政治思路 做出全面反思 希望由此呢 回复上古中国的理想社会 当时明末清出三大思想家 另一位顾延武 在看了这本书之后呢 对黄宗熙佩服至极 他溃然而叹 说这本书啊 他读之再三 才明白原来天下并非无人 要整理凋敝的政治局面 重新回到夏商周三代的理想状态 还是有希望的 那么《明一代访路》这本书 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 让顾延武如此兴奋呢 这就要提到这本书的观点了 《明一代访路》在学理上 否定君主专制 还提出了一个新的制度构想 一种近似于二权分立的 现代政治思想 这在当时不可不说是 惊世骇俗 下面呢 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 这本书到底讲了些什么 先来看一看这本书的标题啊 所谓明仪光明的明 匪夷所思的仪 明仪这两个字出自周易的第三十六卦 仪的意思是伤害 明仪就是说光明受到了损害 明仪卦的卦词说 明仪立奸真 这是说君子即便处在艰难困苦的环境当中 也应该坚守正道 所以明仪代访路 意思就是说一个身处困境 但是仍然坚持正道的君子 等待来访的记录 那么问题来了 黄宗熙是在等待谁的来访呢 这一点黄宗熙在明仪代访路的 提词当中有解释 黄宗熙读到过一本书叫做 横运论 书上面有一套理论 认为历史是十二个阶段 叫做十二个运程 这十二个运程循环往复 用它就可以知晓过去未来 那么根据这种学说 二十年之后 时代又将进入一个盛世 黄宗熙相信了这套理论 为此他用了一年的时间 到康熙元年的时候 完成了明仪代访路这本书 而能够带领国家走向兴盛的那个人 就是他要等待的人 这个人是不是清朝君主不重要 是不是取代清朝的后来人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能够让国家由乱入治 那么在黄宗熙看来 怎么样才能够让国家由乱入治呢 这就需要深入明仪代访路这本书了 本书共十三个主题 其中建都 方镇 兵制等主题 主要针对明代弊政 今日看来仅有史料价值 已不足论 但是呢 援军 援臣 援法 志向 学校 五大主题具有超越时代的恒久价值 这五篇文章是黄宗熙政治思想当中的精华 可将这五篇的思想概括为两个关键短语 一是否定君主专制 二是限制政治权利 先来看一下黄宗熙对君主专制的否定 所谓援军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探索君主的本质 在黄宗熙看来 君主的本质是服务者 其存在的意义呢 是为天下兴力除害 而后来的君主啊 把天下的力都给了自己 而把害都推给了别人 以至于把天下看成了自己的私人财产 传给子子孙孙 故而黄宗熙在援军当中说 天下之大害 无非是君主 原来呢 没有君主的时候 每个人还能够维护自己的私利 而现在有了君主临驾在众人之上 连个人的私利都保不住了 所以黄宗熙说 要以天下为主 君为客 承接孟子 民贵君卿的政治理念 那么要怎么样做 才能够让民贵君卿呢 这就要靠立法了 黄宗熙在原法当中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法的合法性问题 以天下人为目的的做法 即是合法的法 以君主个人为目的的法 即是非法之法 他也认为 好的制度要优先于好的人才 有好的制度体系 人才才有用物之地 即有制法而后有制人 但是如果制度腐坏 即便是有好的人才 也难以大展拳脚 这个观点当中 引然可见现代法治观念端逆 但是为什么天下为主 君为客 具有天然的合理性 中国没有发源于基督教的天赋人权 自由平等思想 没办法从宗教层面 为天下为主 君为客 提供最终依据 但是在儒学体系当中 却是有着人格平等的预设 即人皆可以为尧顺 既然众人在人格上平等 让多数人为少数人的私利服务 这就是天然的不合理 中国帝制时代的统治者们 也深知这一点 除了汉朝之外 统治者很少打出 君权神兽的幌子 因为神在中国古代社会 并不具有权威 所以统治者和儒生们 想出了家国同构的法子 在古代社会当中 忠孝可以说是一回事 比如说汉代选举官员 有一个办法叫做举孝连 只要你孝行文明相礼 就可以入朝为官 对待君主要和对待父母一样 君主是君父 而自己是臣子 这就是所谓的一孝于忠 黄宗熙用气论 打破了一孝于忠的传统政治秩序 他在元臣当中说 君臣关系与父子关系 绝对不是一回事 父子一气 子分父之身而为身 也就是说 父亲和儿子是同一的关系 天经地义 但是君主和臣下的关系 是为了治理天下才产生的 并不存在相互联系的气 如果我没有治理天下的责任 那么君主对于我来说 就是陌路人 如果我出事做官 不把治理天下当作自己的职责 那就是君主的仆人和婢女 如果说把天下当作自己的职责 那就是君主的老师朋友 这样的才能够叫做臣 简而言之 君臣不似父子 不存在天然的联系 君臣之间只存在同事关系 即便君比臣的位置高 也不过就是一个领导 并不拥有超然于整个政治架构之上的权利和地位 所以说黄宗熙在元臣当中说 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治 而分治以群功 意思就是说 群臣都是天下的服务者 只不过分工有所不同 另外呢 臣之与君名义而实同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臣下和君主 虽然说这名称不相同 可是本质它是一样的 将君主纳入政治架构之内 并从社会分工角度来谈君臣关系 黄宗熙是中国历史的第一人 单凭这一思想 黄宗熙就足以成为17世纪中国的代表人物 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听说过总统这个词啊 如果有的话 他可能不介意把君主这个词替换一下 好了 刚才讲的是黄宗熙对君主制度的拆解 但是呢 黄宗熙并不只懂得破坏 他也提出了一系列极有创建的建构性理论 这就说到了我们的第二个关键短语 限制政治权利 如何限制政治权利 首先是志向 恢复行政机构内部的分权与制衡 所谓向权 也就是管理政府的权利 黄宗熙认为 明代政治腐坏 是从朱元璋罢免成相的时候开始的 朱元璋罢免成相之后 自领六部直接管理政府 所谓内阁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秘书机构 所以说呢 在宰相废除之后 君权就变得毫无顾忌了 进而认为百官之设 所以是我 也就是说百官呢 他只是为了服务君主一个人才设置的 虽然说这一条议论 主要还是针对明代政治的诸多弊端 黄宗熙想要恢复的并非是一般的丞相 而是与君主拥有平等地位的丞相 黄宗熙说 夏商周三代 凡是天下大志的时候 当时的君相关系是非常平等的 臣败君必达败 也就是说 君臣之间礼节一致 秦汉以后不再讲究这些礼仪 但是在丞相觐见的时候 如果说天子坐着也要起身 如果天子坐在车里 还要下车 换句话说 如果说黄宗熙化于体系当中的君主 相当于总统 那么宰相就相当于副总统 或者是国务卿 这样就有了必不可少的内部制衡 为此他用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伊尹流放太假 说的是商朝的重臣 伊尹流放了胡作非为的商王太假 另一个呢是周公摄政 说的是周武王死后 成王年幼无法亲政 武王的弟弟周公只好出面摄政 黄宗熙举这两个例子 是为了说明 如果君有缺失 或者还不够资格承担责任 那么宰相就可以摄位 当然了 只有这种内部制衡还远远不够 黄宗熙的思想精华在于政治权力的外部制衡 可以称之为二权分立思想 也就是行政权和监督权分开 政府掌握行政权 那么谁来掌握监督权呢 黄宗熙给出了他自己的答案 学校 在黄宗熙看来 学校不仅是一个培养人才的机构 也是一个议政机构 春秋时曾有乡校 也就是地方上的学校 乡校呢也是议政场所 这才有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流传 这个故事说的是 春秋时候啊 郑国的执政子产 愿意保留学校作为公共议政的场所 但是呢 春秋时的乡校 与黄宗熙设想当中的学校 有巨大的区别 乡校只是政府执政时候的一个消息来源 可以参考 也可以不参考 可是呢 黄宗熙设想的学校 则是一个权力机构 通过学校要让天子之所是未必是 天子之所非未必非 意思大致就是 君主所认可的未必就是对的 君主不认可的也未必他就错了 这样一来啊 君主就不敢默认自己的想法 无比正确 而是要把是非对错 拿到学校来检验 简而言之 行政机构需要提供解决政务的方案 至于是否实施 则需要由学校来决定 郡县有郡县的学校 中央也有太学 如此一来就建立起了全面系统的政治权力监督体制 那么在学校当中该让什么人来主持公益呢 黄宗熙认为 无论是平民还是退休的宰相都可以担任主持 不必拘泥于这个人是否当过官 如果这个人行为不端 有碍公正 那么学校的学生可以要求撤换他 学校的学官 也就是校长不可由上级指派 要在地方上公益 选择一名德高望重的儒者来主持 老师呢 也要由学官来进行选拔 行政机构不得染指 国家的最高学府学官 也就是太学的祭九 也要通过推选的方式 请当事的大儒来担任 而且啊 这个推选出的太学祭九地位于宰相相当 每月初一 君主都需要带领百官去太学听课 面对祭九 君主也要行弟子治理 君主在政治上如有缺失 祭九可以直言不讳 太子年满十五也要进入太学学习 至于政府官员的选拔 毫无疑问 也来自于学校 黄宗熙设想当中的学校 掌握了教育权 监督权 甚至一定程度上的正式决定权 至于立法权的掌控机构 黄宗熙虽未明言 不过推想起来 也应当是太学和地方学校 如此一来 学校成为了与政府相抗衡的机构 甚至可以吻压政府一头 因为官僚体系只掌握行政权 或许也掌握一定的司法权 可是司法的最高解释权 恐怕还是在太学 黄宗熙设想当中的学校 与现代民主国家的议会 有着很多相似之处 议会同样拥有立法权 重大正式的决定权 也拥有对政府部门的监督权 所以在清末的改革 还有走向共和的尝试当中 黄宗熙的理念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本土思想 当时鼓噪政治变革的思想家 梁启超甚至也说 我自己的政治运动 受名以代访录这本书的影响 最早且最深 好了 到这里 可以对全书的主要内容 做一个总结了 如果说从政治哲学 发展史的角度来看 在中国有史可循的 几千年时间当中 黄宗熙堪称 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虽然黄宗熙的政治思想 主要承接孟子的 名贵君卿的观念 但是他的创新成分 远大于历代其他的思想家 孟子警惕君权 黄宗熙直接否定了专制君权 在黄宗熙之前 中国历史上也有否定君权的思想家 比如说汉末王冲 魏晋 报敬炎 晚唐 无能子 但是真正提出了一整套 君主专制替代方案的 只有黄宗熙一人而已 虽然黄宗熙在传统中国的 思想世界里 有着如此傲人的地位 但是他的思想 依然与现代的民主观念 有着相当的距离 这种距离主要体现在 这两个方面 首先黄宗熙虽然反对君主专制 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 反对君主政体 但是似乎并不反对君主世袭 如果说从现代视角来看 黄宗熙设想当中的君主 相当于一位世袭的总统 对于这位世袭总统的费力 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方案 虽然宰相可以设政 但是终究只是代为设政 可以说黄宗熙还是没有突破君主政体 其次黄宗熙虽然反对君主专制 但是却主张文化专制 他认为佛教和道教都没有存在的必要 无论是在城内 还是在乡间的寺庙道观 都要改造成为学校 他们的产业都该归学校所有 用以资助贫困的学生 在明仪待访录里面 他把佛教与巫术等同 认为佛教欲之福祸 在民间大行其道 实在是劳民伤财的一种迷信 同时他也认为 当时由西方传入的天主教 也是与佛教一样的货色 这样一来 除了儒学之外 这个国家不需要有其他学说 至于儒家学说内部 也需要一套类似于书报检查的办法 淘汰掉不值得留存传播的东西 以至于凡是没有章法的古文 没有心得的语录 无异于实用的奏译 无补于史学的叙事 一律不准堪坷流传 而已经堪坷的要全部追回烧毁 虽然说黄宗熙这样做 是为了扭转万民 士大夫空谈物国 相互吹捧的风气 但是这一点也成为了黄宗熙的致命伤 我们放宽历史的视野就会看到 虽然后世有人把黄宗熙说成是中国的卢梭 认为他的民权思想 可以与同时代的英国思想家洛克相提并论 而且还比卢梭早出现了一百年 但是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按照黄宗熙规划的那样 就会成为一个儒家思想 唯我独尊的体制 那这个社会会是什么样子呢 黄宗熙笔下的那些民权 又能够实现几分呢 这一点历史没有给出答案 但是今天的人们无疑已经有了答案了 好 黄宗熙的名仪待访录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 添加洗小牙微信 XMLY1919 备注听书 即可限时免费申请入群